沙省一間地產投資公司倒閉 超過500間房屋受到影響 來自全國多個省份投資者的1000萬元不知所中 石潤新報導 名為Epic Alliance的集團在2013年創立 旗下有多間子公司 據了解Epic Alliance是透過三個不同企業計劃 投資沙省房地產 包括向來自本國各省的投資者集資 國體匯的投資由5萬元至50萬元不等 Epic也透過名為Funded Flip的計劃 被投資者透過Epic買屋後 將房屋裝修翻新 之後再出售途利 Epic也為來自卑斯省和安省的房地產投資者 提供物業管理服務 資料顯示 Epic在沙斯加通和North Battleford地區 合共有超過504家物業 總值達到1億2600萬元 不過據Epic的前僱員表示 Epic這些房屋的質量差 當時出租率不足5成 計劃根本無法賺錢 但卻向投資者保證回報 在去年10月 沙省監管當局 因為Epic並非持牌投資公司 因此禁止他們集資 到今年1月 公司兩名創辦人 向投資者宣布破產 現時來自120名投資者 1000萬至2000萬元的資金不知所蹤 法院已指定會計師事務所 調查資金的去向 跟進去消費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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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